另外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的夫人 下午也前往灾区 除了探视受灾的员工家庭 还表示短期内会先帮助一些 小学到中学的孩子 到新族参加几天的夏令营 转换一下环境 暂时离开灾区 另外也要清查需要帮助的独居老人 至于物资 台积电也在了解会诊 灾民如果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拨打专线 专线就是0988933811来寻求协助 而且他表示不会把钱捐给政府 台积电会自己做 我们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查了 我们有482位员工 是在这个灾区里面 所以董事长那时候 本来是当天就是要我下来 那我们先关心 那后来他们就觉得 这个时候太乱 所以我才今天代表董事长 来看看同仁 那还好 同仁都很安全 那有两家家属 有一些 有些问题